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我不晓得我们一天都在想什么 但愿我们 都能够经常来思想主耶稣 因为祂是我们的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求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 能够经常 思想到你 也帮助我们 真的可以成为你的孩子 我们在这里信神感谢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妹 我们今天一起来听一段 金节 这段金节记载在西伯来书 第三章第一节到 第六节 同盟天朝的圣洁 弟兄啊 你们应当思想 我们所认为使者 为大祭司的耶稣 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 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 他比摩西算是更佩多的荣耀 好像建造房屋的 比房屋更尊荣 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 但建造旺屋的就是神 摩西为仆人 在神的全家尽然尽忠 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 但基督为儿子 治理神的家 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段经节里面 是希伯来书的作者 他在勉励当时候的初代教会的信徒们 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应该经常去思想主耶稣 因为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是的 摩西他为着上帝的百姓 来称其尽忠职守 并且做出他该做的事 但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见证说 建造万物的就是神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上帝建造了这个世界 而我们属灵的生活 并不是离群所居 每一个信徒 因为耶稣的关系 跟上帝得以和好 并且成为一个 形成一个新的族群 这个新的族群 在这里称为家 或者是房屋 而这个家的房屋 其实讲的正是教会 这一栋教会 其实重要的是 教会并不是外表的建筑物而已 教会代表的正是 一群信靠上帝的人 意思是什么 我们都是上帝的百姓 而作者要我们不断的去思想耶稣 在这里思想 希伯来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说 要认真仔细 深思熟虑的想 我们应该常常想 耶稣与他房屋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 而那个截然不同 在这个圣经里面用一个比喻 是摩西跟他建造的房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是货真价实的后裔 而摩西是上帝的仆人 是的摩西 有一间房屋 意思是他在律法上 擁有或者是他控制的这个房屋 然而耶稣基督却是跟信靠他的人 一起建造一间房屋 一间一个那死人成圣 并且是和那些得意成圣的人 共主的一个新的族群 亲爱的弟兄姐妹 基督华书的作者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主耶稣与我们共同建造 教会其实就是耶稣与我们共同建造的 因此在教会里面 我们共同口称耶稣是主 因为我们深知他是上帝的儿子 他同时也是创造拯救 并且救赎的主 因为上帝帮助我们 在他的心意里面 并且知道人所能做的 不过是他的奴仆 就成如摩西一样 然而摩西再厉害 也离不上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功 因为主耶稣他就是上帝的儿子 而唯独我们 借着主耶稣基督 我们才得以建造教会 愿上帝与我们同在 愿上帝的话 就与我们同行 帮助我们更深的明白 教会 以及耶稣与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深知 祢释下祢的独生爱之 就定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舍的生命 主透过这个救赎的大能 我们深信祢要拯救我们 祢更要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 是的我们充其量 只能成为祢的奴仆 但求主就使用我们 让我们在祢所赐给我们的教会里面 努力做工 并且成就上帝 祢的心意就在我们生命中 主帮助我们更深的明白 我们所在的地方 以及我们所能够做的事 求主就与我们同在 主帮助我们更深的明白 耶稣基督与我们之间的关系 谢谢祢赏识 谢谢祢赐下救恩 我们在这里先上感谢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